影后中年危机好恐怖! 打女儿小孩! 年轻的安娜瓦莱利亚即使遇到爱骂苏雷兹,做图作,也丝毫不逊色。 图天骂行空,2010803.28 米歇尔法兰科最新立作《四月的女儿》,在获坎城影展秦来,荣获2017坎城影展一种注目单元评审团大奖。 电影除了找来阿莫多瓦御用女星爱马苏雷兹主演,演艺深陷中年危机的母亲,更发掘了在片中与母亲有多场精彩对手戏的年轻演员安娜瓦莱利亚。 骗住两人的母女关系剑拔弩张,一场女儿得知母亲自作主张,将自己怀胎十月生下的婴儿送走后,情绪激动,不但狠甩母亲巴掌,甚至落下狠话,我要去找律师告诉你。 瓦莱利亚展现出的惊人爆发力,就连在影后面前也毫不逊色。 瓦莱利亚虽演出经验不多,但表演却令人印象深刻,为了鼻针演出孕妇,每次上戏前都必须经历至少五小时的特效化妆。 甚至全裸上枕,挺住运渡和小男友不顾旁人眼光,整日躲在房间激情滚床单,声音声也毫不避讳,让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害羞子子,在房门外听得心痒痒。 4月的女儿讲述17岁的瓦莱利亚和同样未成年的马太奥,天天放闪,早晚纵遇,最后更为婚怀孕,接踵而至的经济压力,不得不请妈妈爱福利提供经缘。 孩子出生后,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瓦莱利亚,完全受不了小孩哭闹,于是爱福利揽下新生儿的补养工作,她将宝宝视为寄出,她的爱越来越广,就连未成年的女婿马太奥也不放过。 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,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,母亲的爱没有极限,因为我是为你好,让一切都变了屌,一发不可收拾。